绿灯走在行人穿越线上过马路的民众都有可能遇到突然气机车就从面前快速穿过去 几乎每个路口行人在绿灯过马路时就会发生这种行人和气机车也是绿灯交织通行的奇怪又危险的情况 中山区德安路以及复兴路这一个五叉路口因为临近一个刚新建完成2000户左右的大型社区后 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行人过马路时经常和气机车一起交织通行 显向还生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先行会刊和喊话邀请下 重视行人友善安全的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在看到中佳新闻报道后 立刻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带着交通处长王震宏 以及警察局交通队长张玉立等相关局处官员陪同议员张炳君和宋伟丽一起到现场 会刊寻求改善方法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中山区的议员包括张炳君张议员 还有今天到场的宋伟丽宋议员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个德安路复兴路的路口 那因为这个是大型社区现在即将完工通车所以未来会有很大的车流 那这个部分行人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应这个张炳君议员他的关心我们今天特别过来看一下 那刚刚宋伟丽宇员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摩托车 这个慢车道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我们也请交通处一并考量 那我们现在会做一些交通号车的调整 并且请易交在下班兼锋时间过来协助一下交通指导 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更顺畅 那我们当然感谢我们谢国梁市长 在其实马上看到我们中山区这些交通主要道路交通意外发生的这个问题 那今天马上就召集各单位来到我们德安跟复兴路口 然后请全责单位去做最专业的评估 那不论如何我们都是为了守护我们金融市民的安全 然后来共同去努力 当然最主要是感谢国梁市长今天的帮忙 感谢我们谢市长 那么对我们金融市市民的行的安全非常的注重 那就像他就任的时候他就说行人 车辆要让行人先行 我觉得这个文化我们一定要定定住 这样会减少行的安全 预估等到社区住户真的入住之后 这个五叉路口势必成为中山区最复杂危险的路口 在市长指示下现阶段交通处立刻调整 路口红绿灯秒叉减少人车交织通行的危险状况 并且将协请警方和议交人员 在上下班尖锋时段来协助行人安全过马路 也因应即将结束的寒假所带来更多学生 和汽机车经过这个路口时的交通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除了 谢谢观看